盘龙山是四川琼来山的支系 因为山体连绵 盘回如龙行 这才有了今天的名称 海拔3970米 在四川的群山中并不算高 但是由于植被茂密 云雾缭绕 越往上走 就越有一种走在云端的感觉 这个就是冷建筑 这就是大熊猫吃的竹子 主要就是这个 还有另外的六角林 就是一牛 它也应该吃这种 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地方是三江吗 它离卧龙不远 离卧龙在这个背后就是连继的 三连继 那你说那个熊猫 三江这一块会过来吗 大熊猫 大熊猫就这一片都有 都有 这里边都有 它有这个冷建筑 它这个地方 这个区 里边有食物 只有有这个食物 还有它的这个地势很宽广 很那个 它就都有大熊猫在这里活动 云雾缭绕的盘龙山 已足以让人惊奇 若是能遇上一只大熊猫 那可真就是不需此行了 我会想起来的 我会想起来的 我会想起来的